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3年4月20日 星期四 來到今天的第三節 跟各位網友先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拘捕 深水埗有一宗怪文 拘捕有個女學生在馬路上大罵巴士 整件事是怎樣的? 拘捕只不過是因為那個女學生送車尾 搞到這麼大件事 跟各位了解一下市面的情況 另一箱亦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據報中環渣打銀行大廈外場有吊船故障 吊船之上有兩名清潔工人 現場情況如何跟各位一起說說 另外亦說說近日土瓜環不斷有些情況 有人在高空倒尿液下來 據報有線新聞的一線搜查 簡直上到那個單位和阿伯對質 阿伯如何解釋到尿液街事件 跟各位一起說說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女學生沖馬路路路了巴士開車 說送車尾大鬧深水埗 大叔也難拒不住 就問他你讀過書沒有 事件發生在上星期五的4月14日晚上 事發地點是深水埗北河街和宇州街交界的一個馬路交通燈位 被集停的是937號路線來往葵勝中和奧運站 拍片的網民就指女學生因為沒有上到巴士 竟然趁巴士在紅燈停車期間 衝來擋住他 不讓巴士走 影片見到現場一名路過的大叔曾經嘗試阻止 但被女學生脫開 女學生背著書包格手持一個紅色膠袋 不時在巴士之前揮舞 大叔難阻不果過後又走到女學生身邊勸解 但女學生倒轉身不理 網民批評這個女學生的行為不但犯法 衝出馬路亦危害自己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就問這個人讀哪間學校的 要通知校方好好教育一下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話說近日深水埗有這一幕 兩兩 Brus下的獅子是女學生在馬路上小台 狮自 besides course 換ater on 道說 獨離 må得造也 GS1 大勇由既非追不上車尾 送車尾而發生事實 附近有屠旦幫手勸的事先勸直 究竟事件會否有下文 依然還未知之數 いただ救外的便宜 另外提及市面情況 根據HK01的報導 中環駕駛銀行大廈根外橋吝船故障 當時據報有兩名清潔工人一度被困 報導的兩名工人被困外場的吊船 今天4月20日早上11點13分 警方接報指兩名清潔工人在中環德庫道中 渣打銀行大廈外場吊船工作期間 此吊船出現故障 被困39層高的半空 警方封鎖現場一帶 消防到場部署救援 之後將工人救起並返回安全地方 兩人均無需送遠 警方現證調查事故原因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據報指兩名工人曾經一度被困半空 幸好兩人沒事 消防到場協助將工人救回安全地方 另外跟隨這件事都幾離譜 發生在土瓜環 根據有線新聞一線搜查跟進的個案 就說土瓜環阿伯倒尿落街 面對採訪隊上門質問 阿伯如何解釋 報導的內容提到 土瓜環談公道會晚定時定後 都會傳出一陣尿尿尿 有觀眾向免費電視77台節目 一線搜查報料指 一個阿伯每晚都會倒尿落街 問題已經持續十年這麼久 採訪隊到現場連續觀察幾晚 發現真有歧視 於是尚滿對質 該名阿伯竟然是這樣解釋 話說採訪隊發現 每晚7點多 那個阿伯就有所行動 採訪隊不但拍到他倒尿 丟煙頭 其中一晚更直接上門和他對質 3月29日晚上7點多 採訪隊就拍到那個阿伯把尿尿倒下街 樓下行驚的人沒有太大的反應 不過其中一名圖人欠幾個身位就中招 採訪隊隔夜再到現場發現7點多又有動靜 其中一名阿伯走近窗邊 疑似扶著牆邊小便 及後就把液體倒下街 這位阿伯倒尿下街之前 一線搜查另一隊採訪隊 已經在那個單位門外等候 一知道有人倒尿便拍門查問 不過當拍門聲傳出 單位頓時變得一片死直 不過在拍門之前 採訪隊在單位門外 聽到至少有3個人在聊天 採訪隊兩天過後再到訪那個單位 趁著有人開門的時間上前質問 就問他 你是不是經常倒尿下去外面 我們拍光了 阿伯起初就說什麼外面 然後阿伯及後解釋 我都幾十歲人了 有時是會丟東西的 面對倒尿的指控 阿伯就斬釘截鐵 這樣說 那些是茶來的阿哥 有時茶凍我 我不喝就倒出街 至於為什麼街道會傳出陣陣尿味 阿伯就說 樓下街什麼味道都有 阿姐 以上來自有線新聞 一線搜查的報道 一線搜查的攝製隊都非常之厲害 兵分幾路 一邊就拍著阿伯有沒有倒東西 下街 一倒東西就立即在門口拍門 不過一拍門 整個的家就靜光 不敢開門 其後隔兩天 攝製隊再上門 就捉到那個阿伯 就問阿伯 你為什麼經常倒尿下去 據街方說十年了 土瓜環的網友可能知道 阿伯就說 那些不是尿 是茶來的 這個解釋大家接不接手 不妨聽聽大家的意見 另外也說說這宗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坑口商場的熟食街 有老鼠做收銀 體型帶插頭一倍 街坊就說 真是光明正大開餐 報導的內文提到 話說米奇是否光顧熟食街 有將軍澳的街坊發帖文 自星期三 4月19日晚上 經過區內某個熟食街之事 而經各有飲品店的收銀台之上 有老鼠看檔 就說當時9點 還有不少人走過 米奇光明正大開餐 沒有驚過 不少人認出事發的地點 是坑口站某個商場的熟食街 坦然已經並非新鮮市 指示主見識小 就說不僅只有這間 HK01正向管理公司查詢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今次到坑口商場 據報大隻老鼠就在櫃面之上 不過估計有很多坑口的街坊都認得 當然意見都兩極 有街坊就認為街市出現老鼠不足為奇 就說晚上更精彩地說 也說街市的肉桌才是恐怖 據報HK01正向管理公司查詢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指鴨寮街近港鐵站出口有人打架 其中一個人倒臥地上 警方接報到場說 發現一名滿身酒氣的男子倒地 他頭部受傷清醒 救援員是為他包紮過後 將他送往醫院治理 警方在附近一帶進行兜截 不過沒有任何發現 現場消息指示主疑似早前飲醉過後 和一名陌生男子發生爭執 雙方久前期間事主被人推跌倒地受傷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暫時未有人被捕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據報昨晚多名圖人報警 原來打架 那個人應該喝醉過 不過喝醉過後 記不記得誰打他 真的未知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 來支持礦仔的老友機 這段時間繼續勤勵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各大城中熱話 究竟土瓜環的老伯 是賭尿還是賭茶 都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